可以先补充一下 像这些方法很多 那什么方法最快 其实你会发现 1你可以选取规格下面这几个 2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抖析 资料抖析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固定宽度 因为它刚好固定宽度 你可以 1 下一步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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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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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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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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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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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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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後前三個字 前三個字幫我把它分別放在A 放在C、放在D、放在E 可不可以 OK 程式如何寫 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所以另外還有什麼方法 把這裡面的數字全部提取出來 前三個放在這裡 4到6放在這裡 然後呢 7到9放在這裡 可不可以 所以方法很多啦 只是說 以哪個方法最簡單呢 其實我剛剛講 E選舉這個下面的東西 用資料剖析 似乎好像是目前 應該是算最佳 不過剛好內建功能 我們就可以這一次 用這個方法來做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試看這一題 那再來的話 後面其實還有哪一些題目 就是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 其實還有哪一個 就是 就是自串切割 這個就更更複雜了 那主要就是什麼 這個是某位同學 好像在 MOMO 上班的一個同學 他就是 上班他每天都要抓什麼 抓 那個小於A 到A大於的這個範圍 要放在這邊 他每天就要做複製貼上的動作 有沒有 然後這邊 從這邊有沒有 複製到哪裡 到 到這裡 有沒有OK 那你會發現有什麼規則 有這個 有這個 這個刮鬍到這個刮鬍 然後呢 要把它弄過來 那其實也可以用我們之前講過的方法 用MID加Find 但是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他 我做完之後的話 他這一題更麻煩 哪個地方麻煩 他 一個什麼呢 一個儲存格裡面 一個之外 還有第二個 可能還有第三個 可能還有第四個 可能還有第五個 可能還有第五個 他的那個什麼呢 裡面的超連結數量不定 所以怎麼辦 你要一直找 找到沒有為止 所以這一題難度更高 那有沒有辦法解答 有答案在圓端上 如果同學有需要了解的話 其實可以自己看一下 後面有時間我們再來看 像這種東西 你不用VBA 還是真的做不出來 裡面的函數你還是沒辦法 沒折 所以其他部分有興趣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另外還有103這一題 103這一題的話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要判斷什麼 這一欄就把它刪 主要是要判斷 兩個重點 一個是什麼 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這邊叫 數字有幾個 英文有幾個 然後呢 這邊的話 還有中文有幾個 OK 這邊當然有答案 不過這個答案你可以把它刪掉 你會發現 這個答案裡面會用到什麼 Core 大於47 乘上小於58 外面還有一個大瓜 叫執行正列 光看到這個你就頭暈了 雖然呢 Excel裡面的公式可以做到 但是我跟各位講 外面那個大瓜湖 實際上就是VBA的回圈 也就是在公式裡面可以執行 所謂的 它這個名字叫正列 實際上就等同是VBA裡面的回圈 但問題說真的 雖然它可以 但是我不建議你在這邊寫這麼複雜的東西 即便跑得出來 但是也很容易做錯 但是做錯的話 這邊太難出錯了 哪裡有錯 如果可能你 看不太 所以後來我發現這還是用VBA 交給VBA來做會比較簡單 那也就是這邊你們回去可以吃吃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算一下前面原子資料 這裡面的資料有幾個是 這個Excel有幾個數字 0個 對不對 然後英文有幾個 12345 有5個對不對 然後有幾個中文0個 類似像這樣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 我要知道這個儲存格 到底有幾個數字 幾個英文 幾個中文 所組成的 那我必須列表 怎麼做 當然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不會用VBA來處理的話 那你就頭痛 有沒有 還有這一題可能可以延伸 這個按Ctrl鍵加拖拉 再複製一個 這一題其實你可以延伸就是 我不是要算幾個字 我要把什麼呢 數字拉過來 英文拉過來 中文拉過來 意思是幫我分割 這個裡面的資料類型 不同的資料類型 幫我放在不同欄位 這要怎麼做 OK 如果對於這部分 剛好之前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需要 因為他的那個某個出尊歌 裡面他只需要數字部分 他以前數字不是說固定在哪幾個字 他是分散在不同位置 那他就很頭痛 以前他怎麼做 只能用圖塊鏈鋼 這邊有個數字 這邊有個數字 然後就複製複製複製 這一題的話 其實如果你會的話 就很快 一件它全部OK了 你再也不需要用人工 不過裡面 重點還是需要做 所謂的邏輯判斷 回圈加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它的那個字的內碼 是不是在那個區間裡面 如果是的話 就拉過來拉過來 就OK了 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相對於前面的題目 這一題還是屬於比較困難的 Label比較高 如果有個答案有 雲端上都有 所以有興趣同學 不妨可以試試看 OK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這一題 我們把今天最後的部分 跟各位講完 首先的話 剛剛是輸出ABCD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分別把ABCD 分成四種格式 分別做輸出 怎麼輸出 也就A我希望輸出的同時 來幫我變成藍色字 B的話變成底色 C的話加框線 D的話加出底字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另外的話還有清除 清除特別重要 你不能用原來的清除 因為你原來清除的話 只能清除什麼 清除文字 OK有沒有 雙引號只能清除文字 那你必須怎麼樣 還要連格式也清掉才有辦法 所以如何清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先切到Visio Basic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們來說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拿剛剛的程式 也是一樣 把它這個 我重來好了 把剛剛這一段有沒有 直接複製過來 然後後面的名稱加一個什麼 層積多重顏色 那跟剛剛那個地方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 首先第一個 我希望A輸出完之後 再幫我加一個 把它的這個儲存格變成什麼 這個藍色的字 藍色那怎麼加 請你在A輸出A這個地方 Enter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做第一個動作 是輸出A 第二個動作是把它的字的顏色變更 那怎麼變更 其實很簡單 首先的話請你把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複製過來 字的顏色的話呢 就是點什麼 點後面加一個Fone 來改一下 Fone 然後後面加一個什麼 點什麼 點Color Color OK 應該會拼吧 FoneColor OK 然後等於什麼 這樣就OK了 意思是說那個儲存格的字 字 字型的什麼顏色 OK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FoneColor 假設拼不出來 你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不過可能要先把什麼 刮弧 留Sales 就好 Sales點了 點Fone 你會發現要打這個Fone 有沒有 再點了 點Color也會出現 只是說呢 就怕說同學最後一定還是要把什麼 把這個刮弧把它加回去 如果沒有加回去的話 就變成所有的儲存格 這個指的是這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的 四的顏色都變成你要指的藍色 OK 目前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記得 那為什麼你這個刮弧拿掉就會有 其實沒辦法 Sales這個就會有這個問題 你點下去它就不提 它就有刮弧就不提四就對了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剛這個地方假物 我沒有把刮弧拿掉 點下去它就不出現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藍色的話呢 等於特別注意 以後在VBA你只要想到顏色的話 你就要只要想到有個函數 叫做什麼呢 RGB RGB應該知道什麼意思吧 R什麼 紅色嗎 G綠色 B藍色 對 錢瓜糊 意思就是說調色盤 意思說 那我要得 它那個調色盤最小是0 最大是惡物 也就是2的八次方 也就是256種顏色 那如果我只要藍色的話 你就是不要紅色 豆點 不要綠色 豆點 藍色開到最大 惡物 破瓜物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記得啦 以後 假如你要 只要在VBA裡面想到你要填什麼顏色 你就想到RGB就好 非常簡單 其他的話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如果我是建議你 我講過 你暫時忘掉沒關係 因為這個最好用 最簡單 好 這樣的話我把它輸出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就A的 有沒有 B的話是底色 底色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Sales 一樣 它如果有加瓜糊 它就不提示 它叫Interior Interior 這個Interior 打個I就可以了 Interior 的color 點什麼呢 點color 底下的顏色等於什麼 RGB 那如果我要黃色的話 請問一下黃色怎麼調 哪個顏色加哪個顏色 調在一起變成黃色 觀眾朋友有沒有試過 以前那個什麼 水彩客嘛 老師說 請你把紅色幾點 綠色幾點 分量一樣的時候 你把它拖在一起 請問變什麼顏色 就紅的啊 黃色 你們沒有 紅加綠 紅加綠 對 混在一起 你們已經有上過水彩客吧 有嗎 還是你們都拿去上其他 真的我試過 真的變黃的 所以這裡 紅配綠 就是黃的 紅配綠 紅色的話 255加到最大 豆點 綠色255 藍色沒有 後瓜5 有沒有這樣就是黃的 執行給 記得喔 後面這個瓜糊 要把它補上 這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 黃的 黃的底 OK 應該可以懂了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是 C要把它加個框線 框線怎麼加 其實也一樣 Sales 電 框線 框線 框線的英文叫什麼 Bolder 有沒有 而且你會看到Bolder加S 為什麼加S 因為它框線不只一條 上下左右 然後其實還有中線兩條 還有對角線兩條 所以很多條 OK 所以Bolders 特別是 如果裡面有指哪一條的話 指的是全部的線 所以記得Bolders等於什麼 一樣RGB 紅色線的話 255 0 0 0 這樣就紅色 懂意思吧 然後記得一樣把這個 這個一定要補到Sales 這邊來 否則的話 你一直行 它這邊所有的工作表 都變成那個 OK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C 加個框線吧 欸 等一下 錯誤在哪 沒有還有一個 點什麼 點Color 忘了加 Bolders點Color OK 有沒有 每個都有Color Bolders點Color Intel點Color Fone點Color OK 好 執行 有了 那D的話呢 就是加 初體 初體怎麼加 其實齁 這個初體字的話 一樣 就是Fone 誒有沒有 字型 所以跟剛剛一樣嘛 Sales點什麼 點Fone Fone Fone點下去 應該會有一個什麼 猜猜看哪一個 初體是哪一個 Bold 有沒有 這個 OK 然後等於什麼呢 要跟不要而已 要的話記得 出入了 True 如果不要就False 其實你也可以 True的話你也可以用E 不要的話就0也可以 TrueFalse你可以用0跟1去取代 也是OK的 只是這邊我好像雲端上就寫True 我就打True True 要OK 好 記得喔 一樣要把這個瓜瓜 補到這邊來 K這樣的話 執行D的話就出體 有沒有 如果說有同意 老師那如果我要出體 也要變紅字 紅色的字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一行有沒有 複字告這邊來 然後呢字的顏色變成什麼 紅的嘛 紅的把255搬到這邊來 把0搬到哪邊 搬到後面去比較好 這樣是不是紅字 有沒有 字的顏色變成紅的 執行一下 有沒有 紅字 該懂我的意思吧 還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的字型改變一下 字型呢 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微軟正黑體 怎麼加 其實也很簡單 這個邏輯 字嘛 字型嘛 有沒有 這個呢你寫的方法就是 一樣是 把它變微軟正黑體的話 就是 這個 Sales點什麼 點Fone 有沒有 然後Fone的什麼呢 點什麼 啊 猜猜看 上面好像 哪一個呢 其實 Style應該是樣式 字的 字型的名稱 對 對 等於什麼呢 微軟正黑體 那你就把它一個字串 你就把這個 微軟正黑體找到 然後把這個 微軟正黑體這幾個字 當然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不過我是擔心 如果打錯一個字 它就不出現 這樣子 然後記得瓜糊再把它加過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OK 有沒有 正可以提的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後面還可以再繼續加 比如說你說 老師那我自 我希望變成 十六號字 怎麼樣 你就是Fone Size 有沒有 等於十六就可以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啊 後面還有啦 不會的話怎麼辦 如果不過我可能 你用錄製劇集也可以吧 你再參考一下 改 就OK了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方式 其實跟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很類似 只是說設定格式化條件 有的時候還蠻麻煩的 然後 比較 如果你要客製 或者你要做很多個樣式的話 那你設定格式化條件變成 你要設定一個 再設定第二個 再設定第三個 再設定 這邊你要一直一堆的條件 如果用VBA寫 反正就寫在裡面 有點類似啦 但我覺得VBA彈性比較大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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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道理一樣嘛 好 順序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理論上一般就是 可以先設定格式 再輸出資料 就跟你先設定完格式 再打字 道理一樣 但是一般習慣 我們的習慣 還是先打字 再設定格式 比較 符合一般的那個習慣流程 所以這個就是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那沒關係 OK 主要是順手啦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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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